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今天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 在网上花116块钱买的一个真皮 菱形格子的一个面包鞋 也可以说是一个休闲小板鞋了 这款鞋子呢真的特别好看 我买的是一个米色 它还有一款是黑色拼米色的款式 那种款式也是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图片 现在来我们先看一下这款米色吧 这款米色呢它鞋底呢是拼接了一个卡色的 就很赖脏 很实穿 大家离近点看一下它的细节 细节呢它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鞋头呢这里有透气孔设计 而且走线呢也非常工整 那侧面呢这里呢是一个菱形格纹的 摸上去呢就很软 而且呢很有立体感啊 设计还是蛮不错的 它里面呢是一个丝光绒的 大家看一下 是薄绒的这种款式 也不算是很厚的绒啊 是丝光绒的 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什么样子呢 食物就什么样子的 那这款呢是比较适合秋冬的季节去穿的 然后鞋底的话是一个天然香蕉大底的 大家看一下 防滑效果特别好啊 很防滑 下雨天的话穿的截面也是可以放心去录的 它的鞋底呢我按了一下是很软的 然后鞋底呢是一个四厘米的一个高度啊 小个子和高个子女生都是可以去录的 我买的这款呢是37码的 接下来呢我们把它穿上脚 看看下午到底怎么样吧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款鞋子呢穿上脚还很舒服的啊 鞋底非常软 我今天搭配的是一个扎容的牛仔裤啊 直筒裤 大家也可以搭配运动裤 休闲裤或者短裙 然后扮上去都是没问题的 这款鞋子呢它很逮大啊 是个小白鞋款式的 另外侧面带一个这种牛型格子的设计呢 就有点小消磨的种感觉了 既简约呢又不是设计感啊 这款鞋型 鞋头呢也算是显脚小咯 鞋底呢防滑效果特别好啊 它的鞋垫呢我试了一下 是不能取下来的啊 视频中的颜色呢和大家收到的食物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穿上脚的一个真实效果哈 而且一款鞋子呢拍照穿的话也是非常好看的 上脚呢很轻便也很舒服 款式设计呢就比较简约的 下面拼接了一个卡色 鞋头的话有两台透气孔是比较透气的 也不会担心晕脚什么的 这款鞋子呢不管是逛街船还是运动跑步船啊都很合适 总的来说呢只是花了166块钱 我觉得价格已经算很高了 它的鞋面呢也是个真皮牛皮才值的 那这种款式在实体店的话至少也要200以上 这里推荐给大家 喜欢的节目们可以放心去入手哦 小教理期视频呢都是真实层面的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啦 bye